Hello 大家好 今次打超巫師 麒麟 麒麟其實完全沒有難度 一開始打左邊朱雀先 盡快殺 頭四彎是會加攻的 所謂的頭四彎就是每兩彎打一次9000 袁武那隻 袁武就好像打5000多 所以你要捱 要捱 捱到他要捱兩次 捱完這關就OK了 捱完這關 OK 弄啊 跟著他就沒有加攻狀態 朱雀就會打5000多 這個時候我建議保持12000血以上安全 12000血以上安全 現在是安全 當然你殺到他就最好 6000多 12791 那你自己就回數 正常你選擇7彎技 7彎CD技那些 就下彎可以開技 應該沒問題 朱雀一死 袁武就會解除加攻 當然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加攻狀態 對啦 最好我建議在他出招前就KO他 KO他 那我這次帶這個陣容 我開頭這個就是因為我這個混角 但是所謂的混角 因為都是只有40運 但是已經是我木屬裡面唯一一隻有蝶的角色 所以我帶了他 如果你想求穩陣的話 你四隻都很厲害的木屬性角色就OK了 那其實正常來說我好有是會選桃靈的 那我自己是會選擇海參寶 但我免得騷擾得那麼厲害啦 因為如果選桃靈加海參寶這兩個人是偉天滅地的 那你有用過就知道啦 那先開桃靈 然後再開海參寶 然後整個畫面都是綠色的啦 那就是兩個回合 那所以就太強了我就不建議這樣做啦 那這個小麒麟很可愛 但是不要看他那麼可愛 他頭三回合加攻 但是他三回合才打你 那就是他 那一回合會打你 那大概扣一萬九千多左右 那你可以的話就當然是瞄他啦 不就是不要瞄的 你想草技的話就在他 倒數一的時候就殺了他 那如果你真的萬一你真的殺不了啦 那你就準備定二萬血以上去頂他 那第二個回合 那兩回合打人就變了 那仍然是會扣一萬九千多 那所以就 可以的話就KO他啦 就是在他打人之前搞定他 不可以的話就麻煩請你回滿這個血量去承受啦 那但是正常我相信都ok的 都應該是殺到的 正常殺到的 那當然可能你說我沒有 我沒有啊 現在的陣容很強喔 就是有海森寶啊 又有outline的木限定 那你可以出路西法的 對路西法ok的 那一開球頭三我就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搞他就不搞你 對啦那我開定那技啦 那就亂炸先 那他因為這個藍絲是會 綠屬性up的 那所以就正常 就不是扣多 你看到他站在藍絲的技就 跟其他限定比 當然沒得比的啦 差很遠的 那我就不是太喜歡用藍絲的 那但是因為我知道藍絲是比較多人有的關係啦 我就特意用藍絲拍幾條片 對啦特意選藍絲啦 那都是那句啦 最好在他出手前 請你搞定他啦 請你在他出手前 那這裡的錯誤示範 我常常都忘記了第二回合 一開球會有阻礙珠 那其實正確打法是 你一血的時候 就要留定一行fever 那二血他一開阻礙珠的時候 你就立刻清掉它 那留意fever一定要在三血前用了它 因為三血他會先制扣你所有fever 這就是其他唯一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他承炸了藍絲 那我曾經試過真的整天都忘記了 整天是一血的時候就用了寒fever 那二血就糟糕了 然後三血就多數糟糕了 那只要你記得留fever去清這個二血的話 就一定贏的 一定贏的 那三血都是不難打的 三血都是完全沒有難度可言的 我覺得清fever 那麽許清的話你再儲過 那基本上你有一些炸彈型的絕招 那你就整個畫面都是綠色的了 ok 降啊降啊 那接著你捱到海生寶的技就ok了 電擊降啊降啊降啊9000多 這個因為我前期的技用得不好的關係 所以這裡打得有點不太暢順 你看到 這場打得不算太漂亮的 因為我自己拆開隊不是這樣 因為我不太熟手 不是太熟蘭絲的配合 所以就搞到這樣 但是也是影響不了這裏 這裏要先打開了這個加上攻 因為麒麟令我減光的關係 對啦 接著就開了海生寶 載下去 因為如果你開了海生寶 才可以攻擊力是零的關係 你這下是不扣血的 那千萬不要做這些弱智的事 那麒麟你最好半血 就是要一次過殺 因為他很麻煩 他先減攻 然後就會令到你的手指剩下 那你就難打了 很難打了 免得 所以你最好在麒麟殘血的時候 就一次過開技收掉 那相信 如果你不是特意執著 好像我這樣要打一個混角的話 那你帶牛郎最好 不用煩 你帶牛郎就不用煩了 然後你帶你最強的莫屬性角色 就是 什麼圖靈啊 海生寶啊 這些 其實我就是很想要圖靈 我真的很想要圖靈 海生寶這裡說一說 海生寶其實我發覺不強的 單獨的海生寶是不強的 因為你用得海生寶多你就知道了 經常都會被黃豬和深豬 阻礙著 你發覺是經常都會被這些豬阻礙著 但是如果是配合圖靈的話 就真的超級恐怖 我覺得是 Crash Shiver最恐怖的組合 什麼什麼御三家那些 即是法拉長髮 伊達這些 根本是沒得比的 即是 不是 對不起我說錯了 那御三家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整個畫面都是CG 那御三家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 圖靈加海生寶是兩個回合 狂炸是 垢磋 就是 莫屬性最強組合之一 但是我沒有圖靈 非常可惜 只能夠遮人 對啦 對啦 總之 麒麟是Crash Shiver 裡面最容易打的 超毛 對啦 不用太害怕 甚至我覺得比現在的巫師 即是現在有些新的巫師很煩 又中毒呀 又阻礙又泡泡 麒麟甚至比 即是作為一個超毛 甚至比一些普通的超毛更加容易 那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的話 你可以 放膽一點去打麒麟 是真的不難打的 那希望大家入手一隻麒麟啦 那麼 對啦 就在這裡 拜拜